武漢危险台湾本土核進8例 今天新增到60例 以前政府中心賓國 是因為拜六禮拜 裁檢人數比較少 所以歡迎在核進個案人數上頭 另外核進失望個案 今天是新增到3的人 在中華館的部分 今天是新增到1例核進個案 累積來到259例 中華今天新增1個本土核進 累積已經有259的人 不過今天更新的個案 說今天的營氣更多 我們今天的新增病例是1例 但是也變成一個傳染鏈 這個是新成立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感染源代查的一個傳染鏈 說這個傳染鏈你就知道 一定不是一個而已 衛生局計策 今天新增的個案 剛才會形成家庭君主 感染的風險以外 也會感染到一頂頂頭 所以相關的野條 都要在這個進行當中 今天是新增疫力 可是這一例我們一直強調 冰山的一角 就要靠疫調去把冰山的一角底下 潛藏的感染把它找出來 那這樣的家庭群聚 一方面你要找它的傳染的來源 一方面你要注意到 它可能往它的職場 來移動 所以大姑媽的職場 媽媽的職場 那這個個案的職場呢 又是一個物流相關的職場 所以這部分 我們今天正在做醫療匡列跟採檢 那你可以想像 只要是物流業 它的複雜度就會高一點 在疫苗的部分 中央會在七月一合開始破壞 莫德納疫苗 這位主持者對上 是七十五歲到八十四歲的民眾 一樣會有傳理中同地 七月二合開始組 那剛才先來爆發過了 莫德納疫苗已經來了 那請看下一張 我們會在今天下午送通知單 然後疫苗是禮拜四到 那禮拜五就開始打 一路打到下個禮拜四 大家按照通知的時間地點 來施打 連我今天開始 有合組織的隊長 只要有做錯 都可以用網路查詢 在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來組織 那你在這網站 現在就可以上去查了 所有資料都已經上去了 Key你的身份號碼 你就可以查到 你要施打的時間跟地點 這也方便我們長輩的家屬 替你的家人 來做這個疫苗的一些安排 維生局也在處提起民眾 有疫苗就要關心去組 不正的三款疫苗都真有好 只有一款不好 就是沒有做疫苗的不好 大專新聞中心中華 蔡宏博德